所以大家好,我是KK Ong,所以我主要是帮助企业家提高他们销售量,还有帮助想创业的在网上创业,然后去达到他们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offline的business,就是网下的生意,如何把它变成网上,进行怎样去增加你的客流从网上的上面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在线下的生意,代不了去网上 这个东西是有对有错,什么意思呢?比如讲今天,如果你是修车的话,你不可能在线上修车的 所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你们销售量通过这种网上的策略 当然就是最主要在网上很重要的东西,两个东西要做,大家看这个牌板 流量,流量还有转化,流量的意思就是人 今天如果你在外面开一个店的话,地点很重要对不对?这样子今天如果你是地点很差的话 为什么那些店还是很多人的呢?因为他们的营销做到很好 OK?大多数人现在如果你要去增加你们销售量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样从网上引流到去你的店面那边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今天都在网上了,你可以很容易的控制你要的人 比如说那个人的兴趣是买车的,那个人是住在特定的地区,马来西亚的特定的地区,比如讲不中等等的东西 然后你是可以去控制到他们把你的那个广告或者是你的Facebook 这些东西给他看 所以今天你在网上很重要的,我会跟你分享 第一个东西要做流量 流量就是人,你要怎样得到更多的人呢? 你可以从Facebook,Google,Google的广告,YouTube,TikTok 它有很多很多人你可以去专注的 所以你要专注的是选一个来专注先 比如讲今天Facebook,你专注在Facebook先 因为很多人在Facebook,所以今天这个就叫做流量 你要怎样在网上吸引到那样的注意力,前来你们的店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在网上把你的东西给更多人知道的话 很多人做错的就是他们用有机的方法 有机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你今天你不用打广告 你就是发你的贴纸在你的面子上 这个东西很慢 OK很慢的 你一定要用广告 通过广告你去引那个流 给人家知道有这个店 OK过后我也跟你讲更重要的人 因为流量不代表一切 OK很多人打广告乱乱打 可是他们也没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所以今天当你有流量了过后 人家就知道你这个店 但是知道的话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 这个第一个东西是叫流量在网上升 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叫做转化 今天你要怎样转化他们 对今天他看到你广告了 他信息了你 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方式去转化他们呢? 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他们要从网上去到你这个地方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建议你们 你们一定要有的是一个landing page OK听着啊 landing page不是网站 为什么我们要landing page呢? OK不是用Facebook了 因为Facebook不是你的 OK很多时候 你有时候你的Facebook 你控制不到什么东西 很多人讲做live 可是live有一天 它还是会慢慢的变差的 因为Facebook不再推的话就变差了 或者是你的Facebook page 那个page也不是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随时把它关掉 OK你明白吗? 所以今天你要有一个 我叫做landing page 什么是landing page呢? 就是比如说 我这样子的一个landing page OK这样子的landing page 我只是专注在一个行为罢了 就是叫他们去连 报名我这个 这个培训班 OK这个是免费的培训班 所以今天你要做的东西是 你要有一个landing page 专注在这个你的行业的 比如说你是做修车的啦 你一个landing page里面 你就可以写 这个一开头你有一个标题 这个你可以写你的中指 中指是比如说帮助更多 帮助更多人的那个车修理好 通过透明化的价钱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可以放那些照片 你可以想你有什么服务 你可以这里放一些你客户的那个 见证 我们英文叫testimonia 过后你可以放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就是一个whatsapp的按钮啦 whatsapp的按钮给他们去联络你 去联系你过后 然后他们可以去跟你预约 这样子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 让他们去更提高那个转化量 他们鼓励他们去预约呢 可能你可以推出一些50块的那个礼券 给他们如果他们去今天联系你 所以今天你就给到他们有一个好处 给到他们有一个可以调他们 调他们进来去到你的店 所以今天然后想象一下子 你打了一个广告 他进到来你这个面子 这个landing page 可能你会问我 你要用怎样弄这些去这种landing page 我在下面我放一个链接 很容易弄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那个技巧 就是你不需要有电脑技巧 你觉得会打字的话你就可以弄了 所以你弄了过后 他可以去联系你 他可以联系你 他联系你过后 然后你就跟他博一个时间 然后叫他去 来修车 所以今天不只是修车的行业 罢了文媒啊 美容啊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一个网上生意的话 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流量还有转化 流量就是通过社交媒体 转化呢就是通过这些 这种landing page 我们叫登录页面 因为登录页面一个就是销售页面 也可以叫做销售页面 销售页面呢就是它是帮你在销售24小时 你不用在那边讲了 为什么我们要登录页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我们再画一下给你看清楚 今天其实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你要有一个销售页面 今天很多人没有销售页面 他会造成只是有流量啊 会造成什么问题 你的员工会很烦 你本身会很烦 为什么呢今天他看到你的广告过后 他来他来联系你 过后他就不见了 然后你跟他讲了一大堆 然后他们他没有去跟你预约 可是今天有一个 销售页面的话呢 你就是有一个程序去过滤 那些 有 销售的人 比如说今天啊 他们一千个人按你的广告 OK 一千个人按你的广告 然后他看了你这些销售 销售的资料过后 然后一千个人 可能有五百个人 五百个人他们去点击那个 你销售页面的那个按钮 去联系你 这样子这五 你就过滤了一半的人 不quality的 所以你专注在这五百个人 比较quality的 所以你明白那个意思 为什么销售页面是这样重要 就是你有一个系统 OK 你不是只是面子书 PMPMPM 还有就是登录页面有很多的那个好处了 OK 可能你还不知道就是 你可以放一些放面子书的Facebook pictures 可能这个比较深 OK 可是没有关系 但是我是最主要是今天跟你们讲 今天你们要做一个网上生意的话 你要怎样把那个传统变成网上的话 或者是网上变成网下的话 你就是要这两个东西 第一叫做流量 第二个叫做转化 OK 今天希望你们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今天你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 专注在 一个是教媒体 把它弄到很好 第二个就是 可以去创造一个 销售页面 怎样创造销售页面 我会发几个 链接在下面 OK 或者你是想要知道今天你是什么行业 然后你想我做一个视频出来 关于怎样帮你的行业 达到更多的销售的话 从网上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后我 我下次我会做一些影片 OK 给你 关于在这个频道上面 所以记得去点击我的那个 subscribe 可以subscribe那个我的YouTube OK 为什么呢 因为你subscribe过后你就会 不会去错过我过后发的那些视频 然后你可以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然后记得你们要做的就是销售页面 第二就是专注在社交媒体 销售页面要怎样做呢 就是我有一个影片呢 你可以按这边 OK 在我的YouTube这边 有一个影片讲 讲你们做销售页面 你可以按上面这边 左边或者右边 会跳出来一个一个视频 OK 所以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OK OK